蘋果、騰訊沒得我 阿爺玩了 蘋果 騰訊 加多寶 一個愛知巨無巴 一個民企龍頭 一個賣涼茶民企 三個看起來無關 但素說著在內地營商現況 蘋果率先被央視炮軍 售後服務歧視內地人 本來蘋果企硬以官腔回應 結果內地媒體大夾擊 蘋果最後看無緣夫 跪低認錯 而騰訊的微信 成功挑新浪微博機 甚至成為內地版WhatsApp 有三億用戶 人都不再用SMS 難怪被電訊商當眼中盯 所以要求向微信徵費 但Candy Crush都發大量訊息 那又是不是要額外收費呢? 最後結論 電訊商要收費因為他們得 連經營兩茶多年的加多寶 好,今個月都要和國企廣州藥業 在法庭上並容相見 至於國企廣藥拿回王老吉註冊商標都不夠 想告加多寶的紅冠包裝侵權 這三個例子告訴你 在阿爺地盤做生意 除了不時面對公我爺治理書的挑戰 就算你靜靜靜靜靜 喊出名堂 阿爺一句 國家利益行先 莊家通吃 所有功夫 隨時前功盡廢 難怪不少外資 在某天 以拒絕再換 到旁边 然後就要去唸 到旁邊 到旁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